末世来临之际 我急着在高考场作弊 特警来呀 我当着他们的面 举刀刺进了自己的颈动脉 脖子上的洞却没有冒出一滴血 我拔出刀子告诉他们 让我见上层 我要带你们重返未来 重火一事 在拯救全人类之前 我绝不会死 考场上比肩摩擦 卷面的沙沙声不停 我正正的盯着窗外的绿树 半小时候在监考老师的视线下 写下开考后的第一个字 如果每个人死后 都能从末世回到一切发生之前 那我会不会再看到鲜花挂满之头 我翻过答题卡 最后的作文题目和记忆中别无二致 还是关于人类的未来 未来是一片荒芜 山火点燃了森林 地震垮塌了房屋 泥石流淹没了道路 海啸侵入了内陆 人类在夹缝中生存 每天都有人在惶恐中离世 只剩去窍漫无目的的在街上游荡 人类的未来是末世 距离考试还剩20分钟时我才回神 卡着考试结束的铃声 写完最后一笔 高考供持续三天 语文考试结束后 我不断联系我的同学 近乎癫狂地询问他们来自哪里 知不知道明年将要发生的事情 绝大多数人把我当成学习学疯了的书呆子 关系稍微亲密些的朋友 也只是把我的话当成噩梦中的内容 还安慰我考试不要有太大压力 照常发挥拿出自己的实力就好 上一世 高三二模三模我都因高烧不退考了低分 就连高考也发挥市场 再加上记忆混乱忘记图达提卡 最后只考了个二本 距离心仪的学校差了十万八千里 高考试历后 我花了整整两个月研究高考答案 就连重生后答案都在脑子里屈之不散 下笔的瞬间依靠肌肉记忆都能写出标准答案 上辈子吃的亏成了这辈子的资本 数学考试中我照样留了半小时发呆 重来一世 在知道末日将临的情况下 如何挽救人类岌岌可危的未来 没有金手指 没有系统 没有异能 即使我重来一世 好像也无能为力 我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 最终将所有事件连成一条线 最终目标是 保证人类存活 作为一个穷苦的高中生 没钱没权没能力 能依靠的也就只有上一世的记忆 但这并不能让我安心 反倒令我更加惊慌起来 距离末世彻底来临 还有一年时间 如果这一年我抱上一个金大腿 说不定还有在末世前拯救大家的机会 我深呼吸一口气 终于下定决心 按照标准答案写下运算步骤 接下来的几天也是如此 我所有的考试 都是按照标准答案网上腾写 且每场考试时间尽可能压短 以引起监考老师注意 考完是锦衣周 国安的人便突然到访我家 数个真枪实弹的特警堵在门口 紧张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因为我手里握了一把 寒光灵灵的水火刀 不必紧张 我知道你们的来意 接下来的事情 我光凭嘴说你们可能不信 所以我准备给你们演示一遍 再进行谈话 我微微一笑 毫不犹豫 抬手将刀刺进了颈动脉 刀直接贯穿了我的脖子 我手握刀柄 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 又拔了出来 除了我脖子上多了个洞以外 似乎什么都没发生 特警迅速上前将我制服在地 我顺从地将刀递给他们 猴尖漏风勉强开口 你们一定改完了我的卷子 怀疑我手里有高考答案 这只是我见你们的方式 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怎么能直接联系上你们 又不被当成恶劣的玩笑 脖子上的洞没有冒出一点血液 上辈子 我恍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能算是活人了 我的肉体早在未来死去 即使你们现在 把我当高危犯罪分子击毙都没有用 想必你们都看到了 脖子上的洞存在感极强 如果从侧面看 说不定还能见到干巴巴的肌肉组织 我算不上一个正常活人 如果我挣扎反抗起来 你们制服不了我 当然这只是在虚张声势 我目光灼灼 咬紧牙关流出两行热泪 我是漠视回来的人 让我见上层 人类危在旦夕 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给予天灾 预测不到的事情 会有坚定而执着的心将它踏平 教育局和公安机关的人紧急联络上层 未来的三个小时内 他们焦虑的走来走去 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 每个人脸上表情各异 负责看压我的特警额间冒汗 不敢捅我对视 脖子上的洞愈合了大半 气管断裂的地方也重新连接 我撩开窗帘 特警的枪瞬间指向我的脑袋 我现在不是犯罪分子 枪口不得指向人民群众 所以你还是先把枪放下吧 不用太过紧张 我不会突然变异 然后咬人 窗帘外阳光明媚 不远处篮球场上 还有活力四射的年轻人 楼下的老夫妻在慢吞吞散步 而一向安静的流浪猫 在焦躁的喵喵叫 你能想象到 漠视是什么样子吗 没有小说里的异能 没有任何特殊能力 地球上只有一群 手无腹肌之力的人类 在苟延残喘 漠视只是天灾 和变异人引发的内部争斗 他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我能看到他喉解滚动 脸上又滴下一滴汗 空调已经开到最低了 放轻松 至少明天不会是漠视 但这一年会非常非常难挨 各种天灾人祸不断 人们最初并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距离山火仅仅只有两天 我的时间不多了 公安机关的人换了好几批 最后一个满头银发的年迈老人 走到我面前 郑重地同我握手 我已将此事上报国家 现在麻烦你配合我们走一趟 秦区同学 好 我起身 从容的闭眼戴上头套 我被带去了地下研究所 一系列检测后 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断定 我脑死亡 心脏停跳 可我本人现在正活生生地 站在他们面前 面色凝重的同上层通电话 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了 晚上7点32分 我国东北地区和东南地区 都会迎来强降水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 毫无预兆的雨 明天雷电会点燃树木带来山火 这场山火烧了大半个月 最后是海啸扑灭的 我脖子上戴着特制项圈 手握专用通讯器继续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如果32分有强降水 请相信我的话 让人民尽快撤离 科研人员忙忙碌碌 气象局的管理人员 很快发来讯息 证实我话语的真实性 我是不会拿人类的命运 当玩笑的 话筒对面 传来雨滴敲打在玻璃上的声音 上层沉默了一会儿 问 人类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无数苦难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万里山河变成窗移 广袤平原 列成难以跨越的鸿沟 人类蜷缩在高楼大厦 铸造的废墟上 听不见新年的钟声 再看不见远方的星星 我却只说 人类的未来在我们手里 山河远阔 万家灯火 暴雨如期而至 狂风江树连根拔起 卷向恐怖的黑暗中 紧急通知下的匆忙 恐慌的声音接连不断 各大平台上都是这两个地区人民的质问 到底为什么要连夜撤离 上层的顾虑显而易见 无非是怕人民太过恐慌 引起更大的骚乱 甚至是极端行为 堵不如书 告诉他们 这次暴雨是特大灾难 不要一味的将人民蒙在鼓中 科研所负责人叹一口气 刷卡打开电梯 你能想到的 领导人肯定也想到了 现在上层正在紧急开会 做出备案 等他们彻底相信我后 我会说的 现在最主要的事情有两点 我张开手 在虚空中一抓 一撤离人民 二扑灭山火 补充一点 人民肯定没办法全部及时撤离 那些通讯不变的地方 肯定还有人民 我去带他们出来 负责人冷下脸 果断回绝了我的要求 不行 且不论你现在的身份 你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姑娘 怎么把人民带出来 我瞧她一眼 伸手去拽脖子上的项圈 就凭这个项圈 对我毫无作用 就因为我是一个死人 消防队员会累 会受火焰影响 我不会 这是我独一无二的能力 也是我为数不多 切实能发挥的作用 山火席卷而来 顶着暴雨的冲刷 吞没了无数数目 上层彻底相信了我 将我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 就连上厕所 都有人在门口守着 虽然我没有代谢需求 我只是受不了他们的监控 我是死人 是不会被人刺杀的 你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门口的特警明明纯 欲言又止 哦 上层是怕我突然变异 你们好 将我当场大谢八块 我了然点头 辛苦了 在山火还没开始 飞速扩张时 必须控制住火事 不然就会和上辈子一样 人类不仅损失惨重 还被迫放弃了一大片移居地 不得不向偏远地区迁移 我忧心忡忡地拨通上层电话 如果你还是想去现场的话 不必多说了 我可以把我脑子里的东西 全部告诉你们 就现在 毫无保留全告诉你们 我只有在现场才能发挥作用 难道降低牺牲率不更好吗 对面仍然保持沉默 我深呼吸一口 干涸的眼眶 又控制不住流下眼泪 如果你还是执意 要将我关起来的话 我会顶着枪口出逃 我不算活人 不知疲惫 不知饥渴 我会连夜赶往受灾区 我为什么第一时间与国家合作 就是想减轻人民伤亡 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我大可以自己存物资 躲在偏安抑郁的角落里偷生 也可以大肆传播 恐慌制造混乱 但我只想要人民安康 上层挂断了电话 我将手机交还给负责人 安安静静地 待在地面研究所的窗边 看倾盆大雨 两个小时后 上层拨回电话 会有专机送你过去 我回答 好 真正面对伤火时才知道 他究竟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就连我这种活死人 都能感受到那恐怖的热浪 消防队员一批批往里进 顶着高温烈焰 将生死置之度外 不停不休地投入灭火中 我和消防站站长 紧急学习了 如何使用高压水枪 如何压枪 如何有效灭火 他虽不相信我一个身形单薄的小姑娘 有何种特殊能力 但依旧严肃认真的 将所有注意事项 一丝不漏地交给我 记住 见情况不对 立即撤离 不要冒进 只要人活着 就比什么都重要 对吧 我不自觉露出一个微笑 消防站站长注视着我 又望向不远处 肆意燃烧的山火 对 他极其严肃地点头 可我不算活人 我转身和他们一起奔赴大火中 穿过橘红色烈焰组成的屏障 一步步踏入火焰中心 恍惚间 我看到火焰对面有个破败的村庄 队长 你看里面是不是有个村子 队长抽空往深处看了一眼 紧接着摇头 没有 你是不是热出幻觉了 我狠狠抿掉脸上的雨水 以变异人的势力 绝不可能看错 许多村民搬来湿透的柴火 堵在火焰边缘 我甚至能看清老人脸上的皱纹 能看清他嘴边那根烧不起来的烟 我需要深入山火中心 被火焰挡住的地方还有村子 里面有人 但山火马上就要烧到那里了 我折返回去 跟专门的联络员汇报情况 麻烦告诉上层这里的具体情况 如果消防队问起来 就说我人热昏了在抢救 联络员为难地点点头 我放下水枪 从人机罕至的地方进入火焰 高温隔着防护服 制烤着我的皮肤 烘烤出了油脂 整个衣服内部黏黏糊糊糊 和衣服相贴的皮肉 早已热到融化 又在变异人的能力催化下 飞速愈合 还好我只是一句会呼吸的取巧 我带着一身火焰冲出来 就地倒下在泥水里 打了两个滚 村子里的人如鳞大敌 我摘掉护照 露出一张格外狼狈的脸 倾盆大鱼将我浇个透湿 也庆幸雨势越来越大 不然这个村庄都已烟灭在熊熊山火之中 我喘出一口气 叼着烟的老人抢先我一步开口 舍女娃呀 没烧着哪儿吧 快进屋喝点水 我们这群老汉还能撑一会儿 烧不进来的 火 他直指背后的土房 又直指我 再直指满上烧干净包围圈的山火 雨水浸透他脸上的皱纹 他站在山火前 像一尊千年古墓化成的守护神 住在山脚边的老人 都会坐包围圈做隔空带 但山火火势猛烈 再拖下去 这里的人迟早化身为火海的一部分 劝大家抓紧时间转移的话还未出口 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连滚带爬跑来 张口便是哭腔 爷爷火从村后烧进来了 老人沉默地巴搭一口烟 我赶忙蹲下将小男孩揽进怀里 抿掉他脸上的雨水 没事的 人民子弟兵都在这里 我带你们转移 不怕 太老了 走不动 留着也挺好 魂归故里 我动作一顿 村里的七八个老人围过来 几个气生生的小孩子 满眼惊恐黏在大人身后 我拍拍男孩脑袋 安抚好他的情绪 你带孩子们走吧 老汉多拖一会儿 孩子们不会同意的 我转头问小男孩 你想和爷爷一直在一起吗 男孩坚定地点点头 眼中映着火光 看起来充满希望 老人家 听我指挥 先躲到空地上 雨是大 这火烧不了那么快 带领所有人转移到空地上后 我冒险又钻进了山火 顶着高温质烤 一步一脚印地往外走 身上的防护符 早被烧化 火焰已经烧到了我的眼角 烧到我眼前模糊视线 我终于又看到 队长那张焦急的脸 怎么回事 啊 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呢 我吐出一口灰烟 急忙拽住队长的胳膊 来不及多说 东面有个村子 马上要受山火波及 把最近的直升机调来救人 快点 被山火烧烂的那颗眼珠 往外流着浓水 太过影响视线 看什么都是一片模糊 我亮亮呛呛起身 走到联络员身边 把隐藏定位给我 国防级别的那个 他犹豫半天 从通讯设备上拆下来给我 我将定位验入腹中 你太极端了 即使你身体与常人不同 也不应该这样激进 我只是没有时间了 让机长跟着定位走 快 我换上一套新的防护符 重新奔赴火海之中 直升机来得非常及时 在我到达村子后没几分钟 机长携带医护人员迅速到达 在山火烧到村头之前 将全部村民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只是我心里依旧格外不安 我拒绝了机长带我一起走的好意 并含糊地向他解释了我的个人体制 直升机起飞 撤离火灾区域 我沿村头不断搜索 终于在地窖附近 听见了呜呜呜呜呜的哭声 一个脏兮兮的 泪流满面的小女孩 你怎么躲在这里 走 我们去安全的地方 小姑娘却摇摇头 没人要我 你也不用 山火已经将村子彻底包围 只有一处火势较弱 我脱下防护服将女孩彻底罩住 又扯下一块布料 拿雨水打湿捂住她的口鼻 为什么不要呢 我就是专门来带你出去的 没有人会被放弃 我就是为此而来 我抱紧小姑娘 一脑袋扎进山火 火焰烧毁我的皮肉 溶掉我的躯体 愈合的速度赶不上损坏 我的胳膊烧得近乎 只伸骨架 不要抬头 什么都不要看 保持呼吸 我们马上就出去了 我跌跌撞撞逃离山火范围时 小姑娘也因缺氧昏迷 但好在性命无忧 医护人员做完急救后 沉默地望向我 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我沉默着回望 抬手又掉一块烧烂的肉 我冲出火海的样子 被媒体的摄像机完美捕捉 投送到各大视频平台 上层极力往下压热搜 但仍有不同的声音 发出相同的疑问 这还算是人吗 我拖着烂掉了半边的身体 老是芭蕉 窝在车里听上层发火 人们迟早会知道的 现在把事情告诉他们 至少还有个心理准备 未知才是最令人害怕的 上层明显顿了一下 紧接着对面一阵骚动 另一个熟悉的声音 顺着耳机传来 我知道你的顾虑 但国家也有很多考虑 人心是最难把控的 现在告诉他们 还有一年就要面临默示 许多人会抱着 反正就生一年了的心态 挑起矛盾制造冲突 社会秩序会一片混乱 最终荡然无存 在默示来临前 人性就会先把这个世界毁灭 上辈子 我经常从破旧的信号塔周围 断断续续的听到这个声音 对面的人声音坚定而温柔 我几乎是瞬间流下泪来 漠视摸爬滚打 那么久没流的泪 重来一世全部流空 真奇怪 我的血液都已干涸 但我的眼泪 永远和情感一样保障 你选择上报国家 就该相信我们 我苦笑一声 接上他的话 相信我们可以守护好人民 相信碧海蓝天会重归 相信永夜会被光明驱散 相信万分之一 可能性的美好未来 破破烂烂的手 在虚空中一抓 我连嘴笑出声来 直到眼泪呛进喉咙 直到声线嘶哑 吐不出一个清晰的字来 给计划起个名字吧 上层说 我走出联络车 暴雨没有一丝一毫 变小的趋势 山火的气焰越来越低 无数消防队员赶复火场 所有人都那么狼狈 又生机勃勃 计划的名字叫重返 山火造成的巨大损失 难以计量 但好在伤亡人数并不多 暴雨接连下了半个月 各地又爆发了洪灾 加上沿海地区海啸淹没城市 这个世界已经有了末日的雏形 我坐在无数摄像头前 第一次向全球人民 公布末日的情报 我是秦区 一个从未来重返故乡的活死人 我的身份并不重要 这次演讲 我也没有写稿子 没有官话 只是单纯和大家聊一聊未来 两个月后 世界板块剧烈运动 全球范围的地震 击垮了高楼大厦 然后又是将近一个月的暴雨 期间山洪引发了泥石流 这个世界看起来彻底完蛋了 国家及时的将人民转移到了西北地区 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人民在基地内安居乐业 除了有点缺盖外 生活和末世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恐慌依旧飞速蔓延开来 我知道全球各地都在爆发激烈的冲突 人嘛 没有不怕死的 在末世面前所有生命都一样渺小 人类的智慧在自然灾害面前似乎不值一提 古往今来 我们经历过战乱 经历过内斗 经历过无数自然灾害 还是那句老话 科技摆平不了的事情 我们靠团结和信仰踏平它 我知道每个人都在恐慌 在担心未来 未来是万家灯火亘古不息 是天地辽远 山河广阔 我们把黑暗中破晓的微光 叫做希望 请相信国家 请相信正为此努力奋斗的国家 正努力改变灰暗未来的我 你画的柄倒是大 且不论一年内能不能建立好基地 就算建立好了 全国14亿人口 怎么容纳 领导人不怨不怒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我环顾四周 没有媒体的人 会议结束后 另一部分人则极度悲观 认为人类已经没有未来可言 我的演讲中省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变异人 也就是我 他们不生不死 没有自主意识 会残杀同类 会将正常人转化为变异人 天灾中死的人只是一小部分 同类相残 才是导致人类瀕灵灭绝的罪魁祸首 国内人口数量会锐减到百万 直到我回来 还没有能将变异人逆转回来的方案 领导人沉默下去 所以一定要将人民分散开 直到末世彻底爆发以后 等待骨肉愈合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我会在基地外照顾他们 直到我真正死去 或者直到所有人重回健康 他们只是要生一场病了 在地震前来临的是人们的质疑 他们要求国家将我的躯体 分成多份分开看管 更有甚者开始质疑我目的 是不是要将人类圈养起来成为口粮 无数大大小小的质疑刺向我 人心果然是最难揣测的 在先进的科技 都不能准确的说出人们心中的想法 负责人抽走我的手机 关掉评论区 我毫不在意的耸耸间走出科研所 路上的所有人都在向我点头 就因为揣测不出来 所以机器无法取代 这是人类的独一无二性 有人会恐慌 会质疑 会想着杀死我 也有人信任 坚定不移的相信 我能带领人类走向全新的未来 如此生机勃勃 如此鲜活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肯定就躲起来自己过了 末日就是为了筛选人类的 他这么圣母 怪不得所有人都骂他 我在最近一次的演讲中 大大方方的念出这条评论 底下一片沉默 对 我是圣母 不足一年前我还在末世里 还在为一口发霉的猫粮和人大打出手 我只是希望人类永远不必知道 发霉的猫粮是什么味道 我走出会议室 被迎面泼了一身脏水 向来和蔼可亲的宝洁阿姨 手里拿着空桶 直骂我是他国派来的内奸 脸上沾着的烂菜叶还有嗖味 我抿掉脸上的水 眼睁睁看着特警带走他 我以为你会求情 上层拍拍我的肩膀 我抬眼去看他 发现他眼中和我有着如出一辙的坚定 除了劝告外 我们还需要铁血的手段 如果我心软放了他 制造混乱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个国家需要身先士卒的人 但更需要能掌控大局的人 地震来临前 上层下了强制性命令 转移走了受灾区的所有群众 除了我 地震前三天 许多城市都成了空城 地震前十分钟 我在镇中附近发现了一个不修蝙蝠的流浪汉 他侃侃而谈他的艺术 从他幼年时叛逆挨骂 到他成年后四处流浪搜集素材 他背上挂着一副巨大的画像 女子身穿婚纱 笑容甜淡 是他的爱人 我知道你 你是那个特别厉害的重生人 他哈哈大笑 手指抹撒着画像美丽的脸庞 我的妻子 在上次那场特大地震中走了 我们才结婚不足一年 他要陪他的妻子 所以不愿意走 他在等地震 我也在等 高楼大厦剧烈摇晃 钢筋混泥土著旧的庞然大物轰然垮他 岁时从天而降 我背起流浪艺术家就跑 他从我背上挣脱 一心赴死 末世前总有种类似的人 相较于活着所受的苦难 死亡反倒一了百了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圣诞老人 满足不了你想死的愿望 我拿身子顶住了垮他的墙壁 钢筋自我腹中穿过 把我死死的定在原地 艺术家蜷缩在我撑起的空间里 泪流满面 泣不成声 他说 那你一定是阳王爷吧 阳王要你三更死 三更之前就必须给我好好的活 我是此次地震中唯一的上亡 余震结束后 国家又召开了一次会议 我在演讲中 讲述了那个流浪艺术家的故事 我们当然可以坦然赴死 为了爱 或者像奋斗在前线的军人消防员等 为了大义 但我只想你们都能活下去 我先开演讲稿 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我 虽久死其游未毁 你永远可以相信大国速度 北方草原上 一栋百万人级别的基地拔地而起 各城市周边都围起铜墙铁壁 以抵御末日降临 我拔掉身上扎的各种仪器 盘腿坐在电视机前 津津有味地看 趁科技术还没有被摧毁 研究所加班加点研究我的身体 并研制出了许多袋疫苗 只是暂时还没找到抗体 距离日时发生还有三天 日时结束后会出现很多高烧不退的人 一定要将他们控制起来 集中隔离 高烧不退是转变了前兆 前期的变异人数量并不多 上辈子只是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人咬人才造成了正常人人数锐减 各部门紧急出动 在日时结束后的第一时间控制住人群 我站在玻璃墙外 心情复杂地注视着屋内漫无目的游荡的变异人 不 他们只是生病了 我站在高墙底下 看着军队送来一批又一批的变异人 最新一批高烧不退的人慢吞吞下车 眼中了无光彩 我挨个扫过去 头戴杀金的女子眼神朵朵闪闪闪 怀中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 我看过去是她飞快地低下头 米氏 请停一下 她条件反射停下脚步 惊慌地抬起头 她怀中的小姑娘浑浑噩噩抬起脑袋 小声喊 妈 女子将小姑娘抱得更紧些 很勉强地对着我笑笑 怎 怎么了长官 我将她牵到旁边没人的地方 我去给你拿两颗退烧药 她低下脑袋 不答话 有的人对变异人避之不及 有的人却宁愿放弃生的机会 只是为了陪在家人身边 我睁得她的同意后 抱过小姑娘 掰开她紧闭的嘴 一排尖锐的牙齿暴露在我们眼前 怀中的小姑娘 看看她的母亲 悄悄咽口水 她的变异程度已经很深了 只是不愿意伤害你 才一直勉强保持着神志 变异人没有自主意识 却有着强烈的食欲 作为母亲 我知道你想陪着孩子 即使自己也变成那副不死不活的样子 但作为孩子 她更希望你能平安健康 我拍拍小姑娘的脑袋 将胳膊塞进她的尺尖 吃吧 血肉横飞肩 女子跪坐在地 崩溃得哭出声 我会照顾好你的家人 家人永远不会是怪物 我接纳了最后一批变异人 每年都会有人受辐射影响转化 被送进沿海的高墙内 如此二十年 我守了二十年的海 一步未出高墙 世界各国联合起来 终于在末世二十一年时 发现了巴西雨林里 那块不停散发辐射的陨石 一支二十人组成的赶死队 停在巴西雨林边缘 我收到消息后 急忙赶到 在他们进入雨林前抵达现场 你们要炸掉那个陨石 这是件有去无回的事 带队的队长 是国内的退役特种兵 他爽朗的笑笑 眼中没有对死亡的恐惧 只有西技 对 我们知道 但毁掉他 人类才有生存的保障 整支队伍 由不同国家的人组成 他们口中说着不同的语言 却同一时间发出了一声噎 我去 你们立即撤离 退伍特种兵摇摇头 还将我推远了些 大功臣 你为人类做出的贡献 已经够多了 坚定灼烫我 我跟在他们身后 七牛八牛钻进雨林深处 他们有说有笑 昨天的咖喱牛肉多好吃 今早早餐没吃饱 中午饭也没吃 要貌格外年轻的男生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说 好想吃火鸡 也许是感恩节火鸡 烤得焦香四溢 外酥里嫩 配合着感恩节的音乐 像过年 末世开始后 人类再没经历过新年 带队的队长沉默了一会儿 说他想吃妈妈包的饺子 国人过年都是要吃饺子 但更重要的是团聚 一家人围在桌边 吃年夜饭看春晚 这是正常人的生活 是我们的过去 也会是我们的未来 爆炸产生的火光如此亮眼 我恍惚间有了刺痛的感觉 它们湮灭在烟花里 埋葬在新世纪初 陨石分散成小块 辐射也不似之前那般强烈 我收敛了地上的尘土 装进随身背包里带回国 第一批特效疫苗 在临床试验中 获得了良好的结果 实验者一号脑电波逐渐恢复 人也有了部分自主意识 我又一次坐在会议室里 向全世界的人们 播报这个好消息 与此同时 我的身体在缓慢溃烂 疫苗对我没有作用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只是一抹从绝望里逃脱的亡魂 好在我带来了新的希望 疫苗成功 并投入使用的第一年 我的身体溃烂到难以自主行走 我坐在轮椅上 安静地听领导人 给科研人员颁奖 会议的最后 我们要感谢一位小姑娘 她从一个昏暗的世界走来 带给我们永恒的春光 溃烂掉一半流着浓水的脸 不适合出现在大众眼前 领导人轻柔地摘掉我脸上的毯子 极其自豪地将奖章别在我的胸前 感谢她教会了我们 什么叫家国大义 也感谢她带给了我们 坠满枝头的鲜花 带来了废墟上的太阳 带来广阔而遥远的山河 会议室的棚顶缓慢打开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室内 映在我眼中 我的躯体在受到阳光照耀的那一刻 停止了溃烂 胸腔里传来的震动格外陌生 砰砰 是震耳欲聋的心跳声 是全球各地传来的 震耳欲聋的心跳声 全文完